我現在身上這套衣服 就是我已經刷卡完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上一集 我在挑選鐵人衣的過程呢 如果還沒有看過的 可以點這邊囉 那接下來店長就要跟我介紹一下 他繼續推坑我在於這些車衣上的選擇 但對於車衣我實在也是 不是太了解 所以就麻煩你幫我介紹一下 車衣車褲該怎麼樣挑選 沒有問題 那我覺得車衣車褲的挑選 一般都覺得車衣很漂亮 很癢花癢亂 實際上他還有一個關鍵是在車褲上 因為你在這個啟證過程中舒不舒適 是不是能夠持續發揮你的戰鬥力 其實車褲比較重要 對 車褲相對是比較重要 那一般來講我們車褲的話 大概會有平口式的 或者是有吊帶式的 像我會看那個環法 或台灣那個環台賽 就為什麼自行車選手都要穿吊帶 其實我對這疑問蠻大的 其實吊帶它有很多的好處 對 第一個 它對於你整體的支撐性 會比較好 一樣 還是一樣跟 上次跟你介紹的三鐵一一樣 對 你不用去煩惱你褲頭的問題 因為你這邊會有兩條拉著 對 因為你一直是保持 你這個整件衣服的支撐跟穩定性 對 你都不用去煩惱你的褲頭 去煩惱你的褲子 它等於是一件一體式 對 所以你就是上半鐘會這樣 幫你吊著 對 你會需要當人家往下吊 沒錯 那再來一個就是 這個 像我身材比較不好 肚子太大 對 像它這種 這個 有一片包住的 所以它這個穿起來其實大概到肚子 對對對 OK 那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現在有些車衣喜歡出短筋的 那你如果是用平口式的 比較容易露一節出來 那你如果是穿吊帶式的拉上 它會重疊到 對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對對對 那這個車褲跟 就是我們上一集介紹到的三鐵褲 的 就車墊不太一樣 像 這個坐墊 如果以我跟Santini來講 Santini它這個 為什麼會介紹這一款是 因為 Santini的坐墊算是非常有軟 好軟 對 不只是軟 只要讓它Q 又Q 然後又厚 嗯 像最近現在是10月多嘛 對 馬上下個月一開始就是 雙塔 這個北高 就開始了 對對對 這個馬上就是 秒殺 秒殺款 因為這個標榜就是7小時 它的這個 支撐你的屁股可以長達7小時 算是 市面上非常頂級的 按起來很像那種 記憶床墊的材質 所以屁股坐起來真的感覺是蠻舒服的 嗯 那這個瓶口式的呢 就是瓶口式的差別 來 那瓶口式的 它最主要就是穿脫方便 OK 那我們男孩子也還好 但是對女孩子來講 很多的女性車友 他如果要去上個洗手間 對 那他可能 他是整個上身全部都要脫掉 因為如果他是穿吊帶式 吊帶式 如果他穿吊帶式的話 他必須上衣要怎麼脫掉 然後上在廁所再把他穿回來 再把上衣穿回來 對 所以相對來講有他的 不方便性 對對對 那平常我們有時候騎車 並不是每次去都是去比賽 對啊 有時候就只是休閒 對 大家朋友去 黃桂嘴啊 喝著咖啡這樣子 對 海榮咖啡 對對對 我有聽他們在講 對 所以說在這個過程中 你總是希望說 都是舒舒服 不要太複雜了 所以平口褲有他的好處 對 那也有很多男車友 也習慣喜歡平口褲 他也覺得很方便 他不用每次出門 都要大費周章 OK 那像這條褲子 他就是 我的摩哥 就所謂的摩哥系列 摩哥系列 對 就是 重點就是在於他的坐墊 剛剛講 就是講摩哥系列的話 他就是坐墊出名 對 對 是的 那這個跟剛剛有一點不一樣嗎 還是說他是差不多的坐墊 差不多 對 差不多的 那個 那個的等級是差不多的 看起來還是一樣 舒服 Q 而且他的前面 如果是男性車友的話 他前面還有 櫻巢 喔 就可以讓你 放你的裝備 對不對 對對對 男性車友裝備稍微多一點 對對對 對 他也可以保護好 然後 他旁邊還有這種小口袋 對 他旁邊還有很貼心的 可以放個小能量包 還有 你的量包吃完了記得 就再塞回來 不要亂丟 不要愛護地球 好不好 所以 小垃圾 還有垃圾 等於你後面車衣後面有 褲子有 對 很方便 很方便 對對對 所以這兩款選擇的話 其實就是看你習不習慣有吊帶穿動不方便 對對對 但其實整體穿起來是 差別不大 好那不然我最後就先挑這個平口款好了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穿車褲 想說先入門試試看平口的 沒問題 那車衣部分有 有什麼比較推薦或是該怎麼選擇 那車衣的部分我們一般來講 除了花色以外 最主要就是要貼 像這種這麼貼嗎 像這個已經因為它幾乎是要有泳衣的功能 所以這太貼了 對 這太貼 再鬆一點 OK 鬆一點 那自行車它貼的目的是不希望你在騎車的過程中 受到風的影響 不會讓你衣服啪啪啪啪一直有這個受到風切的影響 所以第一個是服貼 第二個因為你長途的做 高強步運動 對 所以必須要透氣舒適 讓不會去影響 衣服不會去影響你的表現 所以你看我們這一件 它的布料 非常的舒適 非常的透氣 對 然後在旁邊也有這個透氣排汗 可是我看它這個跟鐵人衣的差別 它這個就稍微寬鬆一點 對 像這個都很緊 因為最主要是 自行車我們在騎車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去放一些手機啊 皮夾 補給品 補給品 這根你在平常我們在比賽三鐵 你不會去放個什麼 這個很小 這個看起來很鬆一點 對 小差別在這 對 那甚至在比賽的時候你會看到有些選手還會插 幫隊友去插 水平 對 水平 補給工 對 Service 那像這邊顏色 接下來就是看花色 顏色都很漂亮 那像這幾件 都是 Sedini針對環溪 比賽 做的紀念山 像這個 Torredor 這個就是紀念 一個Torredor之一 它是非常強的一個爬坡型車手 所以這件就是它在單戰的紀念山 對 單戰紀念山 Torredor戰的紀念山 對 是的 那這都是環溪系列的 顏色也漂亮 然後你穿上去也有一點它的紀念 紀念價值 然後同時也是為Torredor之音 算是向這位 向這位車手之敬 其實我覺得這件 說真的我覺得這件顏色比較漂亮 我也是選擇 它這件顏色比較有氣質一點 就是比較騷一點 應該說這個低調奢華衣 低調奢華 對 它低調奢華衣 氣質不一樣 我也覺得這件好看 那我就試穿一下這件 OK 沒問題 好 那我就要把我這套 全身的帥裝換下來 換另外一件帥裝 換一下車衣看一下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很好看耶 好看 真的好看 鐵人衣不一樣耶 對 穿起來整個 好像我是很專業的自行車手一樣 你會覺得一穿上去之後 平均功力立刻提升50瓦 我覺得我時速應該可以來到40 均速 我以前都大概30就快爆了 你是說上武嶺的均速40 我知道 平路就好 太好看了啦這套 是不是 應該蠻適合我的 再戴一個安全帽這樣 哇 整個OK囉 它這個所有的環繫系列 它的設計都是bodyfit 對啊我剛剛想說它這個縮口 地方其實沒有加高防滑膠 非常的 非常的舒服 我也會會往上滑膠 不會不會 這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女生的那個無痕內褲 就是這種材質 旁邊什麼都沒有 是的 那我等一下應該是起這套走啦 那個三鐵衣穿上去 太裸露的感覺 那個很緊 現在這個鬆一點點 好一點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跪成協上 好吧我希望那個 這個月的信用卡額度還夠 好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我來這一趟 哇我的信用卡噴了不少錢 都虧了這位店長 幫我推坑了一套很好看的鐵人衣之外 還推坑了這套 等下騎車回去 的這種自行車衣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啊 歡迎來這個 靈光站旁邊這間 和平動物上的277自轉店 然後可以找店長 他們服務項目其實非常多 其實剛剛Jerry講的 這個噴了很多的錢 其實 買錯最貴 對對對 我們是提供專業的服務 你買一次 買到位 要痛痛一次就好 對 真的 而且都會買到你所需要 那我們每個禮拜六都還有約期 像你穿這麼帥 一定要來一起 記得就是下次來的時候 那個信用卡額度要先提告一下 報Jerry名字 本來打九折取消 沒有打折 對 就報名字 沒有打折 好啦 我是女人教練 梁真睿 這邊是大阪277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啦 掰掰